忙碌的生活好不容易到了me time的时间 想要快速简单的吃一餐 你确定你要给快速面吗 如果说5分钟就可以吃到好料 你觉得嘞 交给我们go tasty帮您排队打包好料回来吧 我们用专业的速冻技术 把食物真空包装 再使用冷运将它们送给你 李伟康的听众现在有好料给你们哦 我们特别推出了108块全西马包油的4只配套 配套里面包括 够好吃传统烧麦15件 够好吃全手工香料 有7种口味可以选择 够好吃西海的黑胡椒口味 够好吃鸡排照烧口味 塔牛亚印尼式椒叶烤山蛙魔鬼鱼 以及花生池苓肉骨茶 是的一共只需要108块 而且是全西马里游 这个配套我们只限李伟康的听众购买哦 联系我们WhatsApp 018-2626-000 不要记得提是李伟康的听众哦 拜拜 嗨YouTube大家我是李伟康 我是子倩 在我跟子倩拍片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有一个影片 然后就会 他是最近的一个影片呢 是讲马大的衣着的那个影片 好 在那个影片里面呢 就有一位观众朋友 他就引起了他很大的这个反应 然后他不单单呢 是在那个影片里面下面留言 他也把所有子倩有拍影片的 他所有的影片呢 他下面都留言 然后也是留同样的言 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困扰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地开一集呢 来去讨论下这个现象 所以子倩 呃 你对于这个事情对你有造成困扰吗 当然是没有啦 因为我都不看了 我都不看comment了 那会困扰到我 呃 OK 那我要说说 OK 那你刚刚说这是一个现象嘛 我很认同 这确实是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呢 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 可能不是一小部分 甚至是一大部分的人 他们就是很喜欢做黑粉 他们是我很喜欢去看 他们讨厌的那一类的影片 讨厌的那一类意见 然后他们故意去看 然后他们看完了呢 就在下面留言 然后在那边碰在那边骂 其实呢 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兴趣来源啦 可能有一些 因为我们讲真的 我们大家看影片啊 都是为了要放松 要开心 要娱乐自己 但是我觉得可能 他们的需求就是 他们并不是想要 从你的影片中 获得那个欢愉 他们的开心来源哦 在于怎样黑你 怎样吐槽你 所以我觉得 OK It's OK咯 如果我的影片 可以让你得到快乐 那我也是打带了我的工作啦 希望你看得开心 吐得开心 喷得更开心啊 我们的影片有entertain到你 无论是那个feeling 是好还是坏的 起码也让你去 cue了一些时间这样子的 对对对 我要说 我要来说说那个留言哦 它基本上呢 在下面它有 不只在一个影片 就像不只在一个影片嘛 它在所有 之前有派的影片 它下面都有放同样的 那个留言 我说啊 我就有回答 他说 这不是一个讨论的 意向了啦 你这种呢 是叫做spam 是在要去 骚扰其他人 在讨论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就跟他说 要么你自己删除那个留言 不然明天的话 那我就自己动手去删除 对 然后他就反应很大 他讲了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对他有说 如果因为我的那个留言 是这样子说的 你已经造成了别人的困扰 我请你在20次明天之前 去删除那个留言 不然我就自己动手 我就这样子放了一个留言嘛 然后他的那个反应回给我 我的话他说 哇你要动手啊 你在威胁我 你是不是在要恐吓恐吓我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 到底怎么样了 这个人 而且他就说 他把你形容成为罪犯 他说你这位罪犯 然后你要出来公开道歉 他一直要你去道歉 我也坐不住头脑 究竟你是踩了他哪一条尾啊 然后那个恩怨是怎么样 那我必须说啦 我觉得我在这几年的成长 可能我会觉得这个是成长 我觉得我自己成长到真的很快 因为这几年也要 也感谢可能好像伟康啊 还有我其他的一些 呃 senior啊跟朋友啊 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的眼界开脱的很快 那么在前几年的我呢 真的是几年前吧 可能就两三年前的我呢 还是一个火鸡来的 就是我真的是 你看得出我是一个愤情啊 我真的是一个愤情 我以前更愤愤你知道吗 我看到什么东西都很生气 很图乱 很想去吐槽 很想去骂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时候 遇到了这位网民 那时候呢 他是在我们马大的一个匿名留言区呢 就留下了一个匿名的一个帖子 其实为什么我会知道是他呢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真的不懂他是谁 我也没有兴趣知道 是因为他在这个影片的留言下面 写他跟我以前的恩怨 我才想起了这个人是谁 那为什么我跟他会有一段恩怨呢 那是因为呢 他那时候写的那个内容呢 是极其的粗俗啊 他写的是 他讲 我觉得有些女生呢 他们在婚前发生性行为 这种行为很放荡 他把这些女生形容为荡妇 然后他说呢 女生一定要去保持自己的贞结 不要随便的去跟人家发生性关系 然后他自己是很鄙视那些所谓的荡妇的 他觉得呢 贞结一定要留给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才可以 那他甚至是说呢 他说如果贞结不重要 我早就去嫖妓了咯 为什么我还要守着我的贞结 那我看了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有是不是故意来挑衅呢 还是怎样 那我当时呢就非常的愤怒 因为我是愤情嘛 我就去骂咯 我就写了一个很长的留言 去怼回去 我就跟他讲说 首先呢 处女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不可学的概念来的 很多人可能看电视剧啊 讲啊处女可以检验啊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种方式 其实是错的 你去看任何一个教育影片 你就知道了 我相信这种教育影片其实很多 你可以找TED啊 你甚至随便打一个处女迷失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类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其实一个人呢 是不是处女呢 是无从检验的 就是科学的检验 他只能告诉你 这个人他在几天前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的是 这个人从以前到现在 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这个是科学也验证不出来的东西 那么你要怎样验证一个人 是不是有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 你只能问那个人 而那个人要不要告诉你 是他的权利 他不讲 或者他讲骗话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了一个 根本无从检验的事实 去困扰自己 去要求别人 去要求全世界的人 来遵从你的道德审判 再者 我们每天都要求 女性必须去处女 可是我们有相同的standard 放在男性身上吗 没有耶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不公平 所以我当时就是 把这个概念跟他讲罢了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今天是你要求你的伴侣 必须是一个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人 OK It's OK你知道吗 因为每一个人的标准 跟那个观念不一样 这个是OK的 可是你当众去批评哦 那些未婚发生性关系的人 是当负哦 这个我就不能接受了 这个就很不妥了 这个就很不妥了 而且当时骂的人 真的绝对不止我一个 当时是非常多的女性哦 就是女网友啦 而且是那些女网友是有照片 有名字的 你知道吗 在那边骂她 然后呢 OK他气不过呢 他就另外再开一个匿名帖 我就挑战他 我就跟他讲咯 你这样厉害 你不如学那些网民这样子啦 你敢敢就用你自己的户口来开 你要不要我去你Facebook那边 跟你讲过 跟你骂过 因为我是愤情嘛 那时候我是用我自己 真实的户口来跟他骂的 然后呢 OK 这种人呢 其实呢 他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他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人 他只是在那边乱讲乱吹罢了 这种人呢 也不止他一个啦 我遇到很多个啦 OK他们这种哦 讲不过你哦 OK他就讲什么 他就讲 你剥夺我的言论自由 你逼我公开身份 你在恐吓我 你在要挟我 你是个罪犯 他就会这样子讲 然后呢 他也会 乱用一些法律的俗语啊 乱用罪名啊 来灌你头上 OK 因为他以为 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 震慑的作用 他以为 这样子可以吓到人 当然啦 我相信呢 如果 不懂法律的朋友 看他讲 哇别人讲 要告你哦 一定很怕哦 什么什么咯 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学法律的嘛 我已经知道哦 这种这种招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 因为第一 你知不知道你要告一个人诽谤 你没有十钱在手 你是动不了手的 你叫那个律师出一封信罢了 那封信你要五百块哦 你舍得嘛 你肯定是不舍得的 所以不要搞笑 他讲啊 不要随随便被讲要告人 没有十千块呢 你还是不要 你真的是不要讲话 等一下你被那个律师告 你没有钱给律师费哦 真的是不要随便开玩笑 告人也不是随便讲要告就告的 第二是 你告人你要有一个 呃 你首先你需要一个罪名嘛 对不对 那他想要告我什么 根据他所言啊 他想要告我什么诽谤之类的 可是问题是 诽谤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哦 你诽谤的那个人 必须要让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人 这个事情上面 你是立民留言的 大哥 你在YouTube也是立民留言的 你在马达那个立民留言处 你也是立民的 谁知道你是谁 所以就是讲说什么 讲说我根本都不可能触犯什么诽谤罪 因为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都不懂我在讲谁 所以讲诽谤你 先要告人家诽谤的话 先把你的真实名字先 包上来 我们也没有说是要去跟你 挑衅你怎么样的 如果你能够把你的真实姓名 包上来 你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的话 那我们可以来理性讨论 对 就像你刚才 根据你陈述的啦 可能那个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道德观 好 所以道德观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 我们也不去 去judge别人的 好 大家没有对错 只有立场不同而已 对 对 所以 只是 只见他 据我所知 就对你刚才所说的 你去说每一个 有婚前性行为的女生 她们都是当父 这样这个东西呢 反而是我们是可以去 告你 去诽谤嘛 哈哈哈 就可以 就可以去告你去 毁化一个人的名声啊 我也没有十千块啦 所以我不会告你啦 但是 我就可以出来 我就可以出来 鸟你哦 我就讲嘛 你这样的东西 我就是不爱听啊 那又怎样 而且当时候呢 我没有想到他 他居然会把这个恩怨 记那么久 然后也因此 好久耶 是 好久了 久到我问我身边的人 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人 没有人记得 只有我记得 因为毕竟我是跟他 吵架那个人嘛 所以我会有一点印象 你是当事人啊 对 我会有一点印象 我身边的人哦 当时候他们也是在旁边吃瓜 在那边按赖按宣 哈哈哈 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已经不记得这号人物了 然后这号人对我的 居然是念念不忘 在我每一个影片下面呢 去留言 而你要知道哦 为什么这个人 他会知道我跟韦康拍片 因为讲真的哦 我跟韦康拍片 因为还是在韦康的频道嘛 然后我自己也是有share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必定是 先在我的page 就是我的facebook 跟我的instagram 先follow了我 他看到我share 他才按进去看的 所以这个人对我是 非常的关心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有关注你 他是从我那边 找到来韦康的频道的 所以我觉得 可以啊 这位大哥 我很感谢你对我关爱啊 每天日日月的stalk我 在我每一个影片下面留言 你知道他留言的程度是连 我的母亲 因为我母亲有时候 也是会看我的影片嘛 连我妈妈 她已经不是每一个影片都看 她是有时候她得空才看 她都讲 哎 你没有发现到有一个人哦 天天在你的影片下面骂你 然后每一次都会骂 然后每次都是这一个人 同样的人在那边骂 连我妈妈都会发现到耶 你说啊 这个人是 有多病态啊 我再也澄清一下啦 那一位仁兄呢 我是没有去封锁他的 我只是把他的那个留言去删掉 所以我也保留 我也保留了你最新的 在那个 我们讨论的那个影片的那个留言 所以我是没有去封锁你 在我的那个认知之中呢 如果你不是有出 出现一些人身攻击啊 宣传东西啊 我们都欢迎你能够来 去做这个 叫做有 有有有有有效的沟通吧 还是有效的沟通吧 反正我就尽量不做到去删你的留言 对 也没有去拉黑你 所以 但是希望哦 你自己发言的时候呢 有绝对的 言论自由 也有绝对的言论负责 那我也要说回这个言论自由 我知道哦 这种网友哦 他们吵不过你哦 他们另外一个讲法就是 你骂我就是在剥夺我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很奇怪耶 我骂你 我又没有不给你出声 是啦 我骂你 然后你可不可以骂回我 你还是可以骂回我吗 我剥夺你什么 你就是吵不过我不了 你就讲啦 你吵不过我啦 你怎么要讲到什么言论自由啊 就是这些人 他们很喜欢用这种 华丽的 迟早啊 罪名啊 来强加在你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逻辑不好的人 你很怕 你很快就会觉得 诶 我是不是真的有做错什么东西啊 你会先检讨自己 可是 sorry啦 因为我已经吵过很多次架了啦 我真的是已经 跟人家对面对面的吵架也是有 网上 跟人家吵架也是有 所以 这种寄疗我已经看破了 我已经没有在care了 下次要培训我一下 下次遇到 遇到跟人家对峙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做 像他刚才那种啊 就用一种很华丽的 那个词汇啊 去包装自己的行为啊 这种叫做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 拿着红旗反红旗 他就是说啊 你可能就 在这个道德高点上 我就拿这东西来去 让你不堪这样子的 所以 只要我们没有道德 他们就不能够道德绑架我们 哈哈哈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在这个课题上面 他才是那个没有道德的人 乱乱去讲人家 那我也回复一个留言 也是一个长留言 去反驳 我反驳其实我也知道 我跟这种人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所以那个反驳 其实不是给他看的 是给所有跟还有同样的想法的人看的 因为我必须要科普说 处女这个事情 他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标签来的 这个标签是很不公平的标签 对 这个事实也是没有办法被检验的 所以你要让你的伴侣去 你要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伴侣 有没有过性行为 你唯一一个办法就是 你要学会如何跟你的伴侣沟通 你要学会如何让你的伴侣 让你对你诚实 同时你也要必须对你的伴侣诚实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这个共识 如果你真的很介意你的伴侣 之前有过性经验的话 那很简单哦 可能你们就是不适合 你们就是不适合在一起 因为你们的观念不一样 仅此而已 你也不要尝试去通过 什么其他的听买那些谣言啊 跟一些不真实的一些留言呢 去做足夺的揣测 来破坏你跟你伴侣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对女性也真的是 也真的是很不公平 所以我才会留言 我才会留言放在那边 让大家自己去看 就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怎样的 我讲的可能不是真的绝对的 可是有一天 说不定这个处不处女的 就可以被检验了叻 也说不定 但我觉得不管可不可以被检验都好 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去检验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是 它已经压迫了女性很多年 你知道吗 从清朝开始啊 怎么人有历史开始 就已经在压迫女性了 为什么来到现在 我们还要让它继续的存在 可能是在那个东方 我们就是东方的那个观念吧 我觉得可能在西方观念里面呢 对于这个出不出女 根本不是一个很care的事情 很不care的 对没有人在讲了的 对没有人在讲了 所以不要再 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尝试看 走出这个观念 走出这个旧的观念 所以在21世纪 那么我们东西都陷进的时代的话 这个东西可以把这个标签就丢掉吧 摘掉就摘掉吧 对不要再去关注这种滑稽的东西 是的 那另外呢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最 能够胜心愉悦 感情是最重要的 对好 所以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 那我觉得接下来呢 黑粉是永远都会在的 就好像韦康讲的 因为他要尊重你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也不会封锁你 然后这个影片呢 你要看呢 你要看回十次 五次二十次 来慢慢研究我们讲过的话 来攻击呢 那也是你的自由 OK 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了你 但是我想要 抛出的一个 可能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 你有没有试过 在网上跟人家吵架 然后你有没有试过 遇到这样子的无赖呢 然后这些无赖呢 他们用的话术 又是怎么样的呢 说不定我们以后也是可以开解来 专门讨论无赖的话术 然后怎样破解他们 我这个从 我是有经验的 在网上跟人家去理论的话 我是有经验的 所以下一次呢 真的是下一集 我们可以再分享给大家看 我本身是怎么样去应对 然后直接看起来也是非常 也是这一方面的高手 好我们等有一天呢 我们上来 收集够了素材 收集够了素材 来上来来喝酒 对 我们上来一起来喝酒 顺便一起骂无赖 顺便一起骂无赖 好那今天的这个话题 就讨论到这里为止啦 好也就记着这个机会让紫芊去回复一下啊 那一位 人凶 人凶好他刚才还在担心说会不会太抬举 他我觉得不会也在过程中的我们也带了很多 我们自己要的一些讯息出来好 所以是有有价值的有存在的价值的哈 如果你喜欢 你未必喜欢啦 但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请你去留言 只要不是提及人生公计我是不会去删除你的留言的 对如果是人生公计的话 恭喜你将会成为我们下一集的素材 哈哈哈 好了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是李伟康 我是紫芊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忙碌的生活好不容易到了me time的时间 想要快速简单的吃一餐 你确定你要给快熟面吗 如果说五分钟就可以吃到好料 你觉得嘞 交给我们go tasty帮您排队打包好料回来吧 我们用专业的速冻技术把食物真空包装 再使用冷运将它们送给你 李伟康的听众现在有好料给你们哦 我们特别推出了108块全西马包油的四吃配套 配套里面包括购好吃传统烧麦15件 购好吃全手工酱料有7种口味可以选择 购好吃鸡排黑胡椒口味 购好吃鸡排照烧口味 塔妮亚印尼式椒叶烤桑花馍鲤鱼 以及发生食名肉骨茶 是的一共只需要108块 而且是全西马免油 这个配套我们只限李伟康的听众购买哦 联系我们whatsapp 0182626000 要记得提是李伟康的听众哦 拜拜